汐水下水道工程目前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现在在社后地区包括了康宁街 中心路都看得到施工的围离 其中在金融国小前方的明峰街这一段 围了一整排 有几处是围起来放机具或者是水泥管 范围之大也影响到学童的进出安全 也引起市议员白佩如的不满 在25号这一天他就来到了现场进行会开 就在金融国小前的明峰街 从中心路口一直过来 一整排的铁围离 有些范围还占了大半个马路 严重的影响交通 这还不打紧 因为旁边就是学校 现在一排的铁围离 也危及小朋友上放学的安全 就许多家长向议员白佩如成情 因为很多的学童就是在这边进进出出 那我们有看到 就是现场有很多的管路 其实他不是在工区内 那但是他堆制了很多这个管路 我们有要求这个承包的厂商 希望他们尽量能够限缩整个工区 那也能够限缩整个工区 那更重要的是将这个 金融国小周围这些不需要的 这些机具把它移走 避免影响孩子们这个进出 只见在明峰街这一段 围了一排的施工铁围离 不过仔细看有大部分都是围起来放机具 而在学校正对面这一长排 则是放水泥管或是铁管 引起一元不返 认为包商应该寻找适合的地点放置 而不是占用道路 25号下午也到了现场关心 包括了系纸区长包商都到场 而议员也要求将放置机具的围力 撤走还给孩子安全的通行空间 因为尤其是国小 其实小朋友都年纪很小 那如果工需范围这么大 那甚至有些不需要的 这个机具堆置在现场 其实很容易造成这个学童上下课的这个出入的危险 所以我们会请相关单位在今天下班之前 尽速的来改善 也希望说让这边整个民风街的交通可以更好 议员的反应 那工所也立即请那个营建署来现场会刊 那要求他工区尽量缩小 如果没有施工的一个机具 一定要撤离到 撤离道路 那有相关的一个设施 如果没有使用也一并要撤离 如果需要的时候 才从他的一个工地的一个藏库里面 再去运送过来就好了 不要尽量占用我们的道路 影响用路人的一个安全 工所当天也严格要求 把机具另外找适合的地方摆 撤掉围离 否则开阀 让金融国小学生上放学 新的安全 解程惠玲戏指 采访报道